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重命名Git已经跟踪的文件 我们先打开这个项目 然后去新建一个文件 这里我们叫它style.css 然后在这里面去加上一点样式 加上一个he的标签 再加上一个fontsize的一个属性 保存一下 再回到中端 先查看一下状态GitStatus 提示有一个没有跟踪的文件 下面我们再去提交一下这个修改 GitAdd.去添加所有的修改 然后再执行一下GitCommit 添加style.css样式表 再查看一下 现在的工作目录已经干净了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重命名一下 这个style.css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在文件系统上面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去重命名 也可以使用Git命令去重命名 这里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项目所在的目录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style.css 重命名为seam.css 再回到中端 然后再去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GitStatus 这次会提示说我们删除了style.css 然后还有一个没有跟踪的文件 是seam.css这个文件 目前Git还不知道我们只是重命名了这个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先用 git.rm这个命名 告诉Git 我们已经从工作目录里面删除掉了style.css这个文件 后面加上style.css 然后我们可以再用gitadd去添加这个seam.css 这次我们再去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用GitStatus 这里会提示一个renamed 把style.css这个文件 重命名成了seam.css 下面我们再去提交一下这个修改 用git.commit加上一个m参数 再加上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 把style.css重命名为seam.css